旅行是給予我們日常生活多一點變化的精神糧食 每次到訪一個陌生的地方都能帶給我們近期 也讓我們感受到自己真實的存在 但有時候你也會需要連結回去老朋友與老地方 分享你的所聞所見 但如果這時候偏偏手機沒電又沒插座 行動電源就在此時此刻變得如此重要 哈囉大家好我是DX小柯 今天我要來介紹三個有特異功能的行動電源 廢話不多說 第一個 登登 這一個呢是來自 Just Mobile 推出的Gun Slim 行動電源 那這個行動電源有什麼特色呢 首先呢你可以看到它這個機身蠻輕薄的 旁邊是一種圓弧的流線感 那前面提供了兩個 USB-A Type-A的一個QC 3.0的快充 那這邊呢 卻提供了一個USB-C的陰人鬧孔 那它的特異功能在哪裡咧 就是它可以充筆電 沒錯只要你的筆電呢 是用USB Type-C來供電的話 它就可以為它供電 像我使用的是MacBook Pro 15吋的筆電 它就可以為它供電 MacBook Pro 15吋大概可以充了15%左右 如果你今天在戶外 像是攝影師旅遊攝影師等 你急需用電的時候 它倒是可以幫你緊急的撐一下場面 如果以緊急使用來說是蠻足夠的 如果它充手機的話 可以充很多次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像我有一次三天出去拿來充手機 都不用充電 我覺得很棒 我的手機是iPhone X 我第一次使用這種屬於扁平型的行動電源 很意外的 它竟然非常的好攜帶 因為它扁平的造型呢 我就可以把它放進任何的口袋 或者是黑包的側袋啊 或者是夾層等等 都不會凸一包啦 這個形狀就很方便攜帶 所以這是第一個我推薦的 有特異功能的行動電源 來自JustMobile的Gunsling 哈囉 再來介紹第二個 有特異功能的行動電源 就是這個 來自小米的方塊充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有 一個大大的按鈕 電量顯示 以及有兩個USB的輸出孔 那輸入呢 沒錯不要懷疑 它的特異功能就是 有插座耶 沒錯 它既可以拿來當你手機的必充 也可以拿來當行動電源 意思就是 晚上的時候 你把它插在牆壁上面 同時又連接你的手機 隔天一大早 你的手機充飽了 你的行動電源也充飽了 不過很可惜的是 它只有5000mAh的電容量 大概 我這樣用大概可以充飽 一次半的iPhone X 但是我覺得它仍然是非常好用的 來自小米的 雙模 它叫什麼 雙模 做衝 雙模 行動電源 反正有了這個行動電源之後呢 你出去就不用再帶一個便宜壓器了 非常推這個 大推 這個行動電源 推薦給你們 好的 現在就來到最後一個 也就是第三個 有特異功能的行動電源了 那就是來自 登登 來自MOSHI的一個 行動電源 它擁有著 漂亮的 絨布質感 然後這邊有橡膠的一個 邊緣 好氣的邊緣 很可惜的是 背後就是 一片塑膠 加上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這個是用貼紙 這一個行動電源有什麼特異功能呢 就是 它是一個 無線 行動電源 登登 它同時又是無線充電板 同時呢 也是行動電源 那它好在哪裡 當你在一個漂亮的咖啡廳裡面 喝著咖啡 這時候你發現你的手機沒電了 此時此刻 你把這個行動電源擺在桌上 輕輕的一放 你的手機 就亮了 它就正在充電了 絕對 讓你成為咖啡廳之王 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第一個 你不用帶線 你再也不用帶線了 當然 僅限於有無線充電的手機 第二個就是 我覺得它的造型也是屬於扁平的 所以它的攜帶性也是不錯的 不過很可惜的是 它只有5000mAh 它的充電呢 大概也是充一個iPhone 一支半的iPhone 我覺得就差不多了 再來就是 因為它是無線充電的關係 不急 適合文青 慢慢充 不急不徐 你要妄想它快充 那是不可能的 它的側面呢 有一個按鈕 這邊有一個呼吸燈 當它充電的時候呢 你就會看到它的呼吸燈亮起來了 那它也支援就是 一邊充行動電源 然後又一邊同時充你的手機 所以呢 一個晚上之後 你的行動電源也充飽了 你的手機也充飽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設計 那它支援同時輸出 也就是你可以一邊充你的手機 然後一邊從這裡輸出電源給其他的朋友 然後它的輸入一樣是用Type-C的 所以這一個是來自Moshi的Protocue 5K行動電源 推薦給你們 今天講的這三個行動電源 有沒有覺得喜歡哪一個呢 我的建議是 全部都擁有是最棒的 我的下面的連結呢 提供了一組 來自Justin Mobile 這一個Gunseline的折扣代碼 那你們可以由下面的連結連過去 輸入折扣代碼之後呢 你就可以獲得折扣囉 這是我第一次有這個福利給你們喔 希望你們能夠訂閱按讚分享 我是DX小柯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分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